十几人推倒路边车辆陷入一片火海 警方发射催泪弹 举着盾牌往前冲 示威者在烟雾弥漫的巴黎市区 一边后退 一边捡起碎石块就丢 法国的库德族人周末上街 从和平抗议到大暴动 超过三十人受伤 还有十一人被逮捕 起因救世周五巴黎市中心枪击 三名死者全是库德族人 据标语高喊种族灭绝 三位死者家属上台排排站 巴黎市长喊话安抚 法国警方最新调查进度 发现69岁法国籍枪手 当天先去了北巴黎移民社区 但没动手 接着跑到市区库德族中心 才开枪 法国警方表示 有公起前科上星期才出狱的枪手 坦诚对外国移民有仇恨 已经到了病态程度才会犯案 TVBS新闻众后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